要很大胆 要勇敢的找到机会要出手 因为刚才上一个空气 太太硬了 已经没有球员能够眼睛看得很慌 这个自信心在第四节 尤其是六法不中之后呢 有点狭架 先到简讯了是徐志强 志强十点四秒 连超前的比分 哇 这个自信心还是找回来了 对 非常好 但是拉锯的时候 你要如何提升自己的价值跟最好的一个power的力量 你就必须要对兰康要有非常有欲望 非常有勤力做一些攻击 谭英的攻击在最近的三分多中出现了完全当机的状态 这两分呢 虽然还不至于让谭英现在是 取得这场比赛绝对的胜利 还没办法说个准 但至少他们又再度超前 对 当然 这一次的攻击 许志强攻击得非常的漂亮 但是剩下十点四秒来讲 其实玉龙还是有机会把这个特殊要回来 就是说 当你台译是要怎么去顾着你的防守 那玉龙要如何做最后一几 我想是双方考验这个教练 嗯 十点四秒 现在在攻击方面 包括教练 你觉得你对玉龙这边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当然我认为 其实你说我们要看嘛 你如果是这个吴志伟跟约翰 如果是做一个第一任的防守 那当然这两个也配掉了 但你其他的球员 你包括宇正宇啊 那个陈志冬是最穩的 他是不是能够承担就这一几有点非常重要的 陈志冬绝对有这样的心意 对 吴志伦应该也有这种大赛的能耐 对 但现在就看张学雷教练怎么样来设计 对 但是可能不出这几个具有这个出手能力的球员 或自信心的球员 对 其实我们在场上这五位球员 都是国家队前后期的那个 打过多少战役的这个球员 其实这对他来讲 其实都是算不了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但是你要如何去把握最后这个攻击的这个方式 但是你要把最好的空档能够去把它呈现出来 上周还有12秒的时候 达西的邱教练说很长 现在10点4秒其实也很长 对 而且只落后一分 对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好 球虽然已经发出 但纪录台这边有一些疑问 所以现在要两边稍安勿躁 先把这最后10点4秒给理清 对 然后再来做发球 好 现在应该没有问题了 可以从边线来发出 而且在前场的边线球 对 所以玉龙可以不用从后场来做攻击 在最后的阶段 那么现在台英这边 把之前有制度犯规 情绪上受到一些影响的林锐坑给换了上来 他要来放手陈志忠 也有可能 由阿忠来执行这最后一几 对 好 交给阿丢 这下6秒钟 剩下6秒钟 还没有传球 交到禁区结果发生了15球 送进来 剩下1秒钟 没有出手的机会了 被拨掉 阿丁拿下了胜利 对 我想 当然了 这个 这个位置 是交给了陈志忠 但是我想 谢谢